才藝與國樂是入國國小多年以來積極發展的才藝課程 透過兩項才藝的培養 不僅讓孩子們能習得樂禮 還能夠認識家鄉產業文化 而學校為了讓孩子們能夠展現所學並肩做工藝 也規劃了一系列的社區服務活動 日前孩子們就前往張牙社區 重抱好茶演奏國樂陪伴長者 這兩項特色課程 國樂部分我們在每天中午我們就有個別分部練習 那禮拜三跟禮拜四我們又外聘了兩三位老師來做分部練習 所以我們做的東西是非常紮實的 那茶藝部分我們主要是禮拜三我們有一個茶藝課程 那另外利用特殊的時間我們還會請茶藝老師來給小朋友做特別的加強 這個茶藝還有國樂就是我們學校的特色課程的兩個重點 那在一年前我們發現台中有一個大家功德會 他們裡面有很多證選很多學校一些比較特殊的案例 然後我們看到很多學校做了很多非常感動的事情 所以我們回來就跟老師還有小朋友商量說 那是不是我們以後就用我們這兩項特色課程來做一個類似的公寓巡迴的那種演出 那小朋友看到對啊這很有意義啊 第一個能夠提升小朋友這個展演的機會 第二個也可以做公寓 比方說我們到像我們的社區的老人啊或是我們到育幼院啊 到孤兒院那我們預計啊希望每個小朋友 在畢業以前能夠有大概有40場的這種公寓演出的機會 也算是給小朋友從小啊種下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品德教育 那我們這一場啊應該是屬於第二場的演出 那陸陸續續啊我們會有一些個案還有一些演出的機會 我們也歡迎各位啊能夠給我們陸谷國小多多捧場 陸谷國小的孩子們為了此次來到張亞社區的服務活動 國會團出了平常固定時間做練習 也額外花費了許多精力來準備 希望呈現出最完美的演奏 供長者們來做欣賞 孩子們都很榮幸能夠參與活動 來到社區服務長者 希望日後有機會也能夠潛容更多社區來演出 我們通常練習的時間就是禮拜三的下午 然後禮拜四就是練中午 因為高年級就中午練完就要再去上課 或是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 要看他練的是什麼樂器就會有不同的時間要練習 可是大概都是在午休的時間 這次來就是來表演給一些阿公 然後阿嬤的表演 然後花比較長的時間在練習這個 在練習這次的曲子 很榮幸來這裡表演 就是給這麼多人看 算是也是做一種工藝吧 我是學二胡的 我今天來這裡 拉了七首歌給阿公阿嬤他們聽 讓他們聽到好聽的歌讓我很快樂 我們為了這次的活動 星期二練習 我覺得這次表現還不錯 我希望以後還可以到社區來表演 我學習的是琵琶 因為那時候覺得說戴甲指甲彈琴好像也蠻有趣的 所以就想要學習看看琵琶 在學習的過程中 其實突然發現琵琶的那個手指需要很靈活 因為不管怎麼按 有時候手指不靈活的時候都按不到 就會手指就會非常動 這次來社區是來做表演的 讓給阿公阿嬤看其實比較不會緊張 我很高興可以來這邊表演 讓阿公阿嬤他們看到 看到我們的表演 所以可以讓他們很歡樂 而陸谷國小學習茶藝的孩子們 在學校師長的用心指導下 梅威不僅是一太優美 而且相當有禮儀 這次來到張亞社區做服務 他們都以最標準且具有禮貌的方式 沖泡好茶給長者們品名 孩子們都認為來到社區泡茶是很好的體驗 希望日後有更多的機會 來泡茶給更多人品名 我學茶藝學半年 我想學茶藝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茶很好喝 而且泡起來也會很優雅 老師呢就是叫一些比我們大的五年級哥哥姐姐泡給我們看 然後到最後換我們泡茶的時候大哥哥大姐姐會指導我們 所以我現在才會泡茶 所以我現在才會泡茶 我這次來社區幫忙泡茶給阿公阿嬤喝 我覺得可以讓我更自信 之前第一次去茶藝社一起去彰花那邊泡茶 然後第二次是在鹿谷警察局前面泡茶給民眾喝 然後第三次是在學校泡給一個類似旅行社的 然後這一次就是第四次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體驗 增進我對鹿谷香特色的認識 以後希望長大一點比較有能力的時候 可以去更多地方泡茶給更多民眾喝 平常在漿耳社區關懷居典上課活動 雖然就已經帶給漿者們滿滿的健康與歡樂 但長者們還是非常喜歡有孩子們的陪伴 所以此次陸谷國小的孩子們能夠來到社區陪伴他們 並泡茶還有演奏國樂 長者們都感到特別的開心 連連稱讚孩子們的優秀 陸谷國小小朋友 再來泡茶給我這張八瓶 很高興 很熱鬧 很熱鬧 真有勞也有對這些樓梯 真尊敬 泡茶讓樓梯吃 很有勞的禮貌 還有大小的孤獨 很熱鬧 很熱鬧 是我們掛牆比較不好 很熱鬧 很熱鬧 很專心在牆鬧 不錯 只要吃下去不錯 只要有機會吃下去 對這些樓梯要提高精神 有我們家我們要大看 他就做這個樓梯都很喜歡 他就是… 我心想說…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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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說… 我這裡的小孩這麼厲害 真的有很好 要來跟我們做一個伴子 會很感到他 我就是覺得很愛小孩 大小孩這麼說 說個話 很好的 希望他來最好 今天小孩來… 被我們… 煙燒火 我們聽得很快樂 這個學生很好 煙燒火 這個老人聽 聽到這麼高 有的… 我們不聽過的聽到很感激 保護得很好 泡茶完喝 就… 需要這塊田很好 這些小孩會泡茶 因為我們六國小孩 六國泡茶都一樣 這些小孩都是六國出生的 這次泡茶都很厲害 學校也都在教孩子泡茶 真好啊… 這個真好啊… 關懷照顧長者 是張亞社區 長年以來致力的工作之一 從此次 鹿谷國小學子 來到社區做服務 衝霸好茶 演奏國樂 陪伴長者 讓每位長者 都洋溢著開心的笑容 社區除了感謝孩子們的到來 也認為活動相當有意義 歡迎他們日後能夠 多多來到社區做服務 這一次的那個 鹿谷國小 國樂團 到我們社區來演出 其實這些小朋友 都是我們自己的主地 平常我們這些小朋友 都很辛苦 他們都要利用那個 課語的時間來練習 我們這些小朋友 我覺得他們利用平常來練習 對於音樂的欣賞 以及對於他的那個 寸美的觀念 都有很大的注意 而且他練習國樂的不會誰壞 而且練習國樂的 他比較能夠靜下心來 所以各個演出的小朋友 他們平常都成績都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是推展國樂 是一向很好的活動這樣 這一次演出國樂老師 也特別選取 選一些我們這個長輩 都喜歡的歌曲 而且他們都很熟悉 他們聽起來 都有他們那個 往事那個意境的情形 所以對他們的懷念是特別多的 所以在這一次舉辦當中 我們這些長輩都很能夠欣賞 而且我們有聘請到 我們好幾位的小小茶議士 泡茶讓我們這些長輩來品名 由我們這些的自己家的子弟 來一面來演奏國樂 一面來喝品名我們洞兵烏龍茶 我覺得這個意境 是我們人生一向最大的享受 今天我們也非常謝謝我們 平常我們校長的指導 以及我們國樂老師的指導 才有讓我們這一次演出的機會 我們有跟校長在配合 所以我們有空 都能夠歡迎我們這些國小來演出這樣 長輩社區關懷照顧長者不遺餘力 除了各種健康促進課程之外 社區因應各種節日 不定期都會安排親子同樂的活動 希望長者身心健康都能夠獲得更好的維護 社區也表示後續會持續來做規劃 讓長者們能有更多與孩子相處的機會 平常我們長輩在我們社區活動 所以他們平常就很少跟我們小朋友在接觸 所以我們會利用很多的時間還有很多的場合 來舉辦讓我們自己的子弟跟我們這些長輩來相處 例如我們每人所會舉辦的那個重陽節 我們在這個重陽節當中 就是讓我們小朋友 用一些儀式 來孝敬我們的長輩 對我們講長輩 可以隨一些賭的話 平常像母親節也會舉辦這些母親節的活動 以及父親節 讓我們小朋友跟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家長能夠自己在一起 創造一個很幸福很煩惱的氣氛這樣 我們的長輩平常沒有小朋友陪伴 所以很希望跟小朋友相處 我們做一些這幾種的活動 讓小朋友跟我們長輩來親近 享受這個天冷之樂這樣 我覺得我們辦這幾項的活動 成效非常好 我們長輩也熱烈的歡迎 所以我們未來每年我們都會持續的舉辦 而且會再擴大 而且也會再找其他的活動 有機會的話 讓我們的小朋友多多跟我們這些長輩來相處 渡谷國小校長黃英青認為 孩子們能夠以自身所學為地方做服務 不僅是回饋家鄉 更是對自身成長來說相當有意義的一件事 所以後續如果有需要孩子們的地方 學校也會帶領他們來做出更多的服務 那其實上我們接下來我們有第一個像 到小半天有一個那個 從聖宮它有一個廟會 我們希望透過廟會本來他們都有一些 一些仇神的演出 我們希望透過像我們這個泡茶還有國樂 來改變這樣的一個形態 接下來我們可能也會到社寮 這個有一個安養院 我們在那邊也有認識 我們希望也能夠去那邊來做一個一場演出 來給這些這個老人們看 我們希望如果有需要我們陸谷國小 這個國樂啊茶藝 還有甚至其他服務的地方 我們都很樂意來演出 看到陸谷國小的孩子 來到長野社區做服務 沖泡好茶演奏國樂陪伴長者 現場溫馨歡樂的熱鬧景象 現年五月方也感覺 是一場很有意義的活動 並稱讚孩子們茶藝及國樂才藝上的優秀 期待他們日後也能夠 前往更多社區做服務 管管地方上的長者們 今天在在張雅社區 我們很感謝我們的黃校長 陸谷國小黃校長 帶領一邊小朋友國樂團 來我們的張雅社區 表演讓我們這一個字也聽 非常不簡單 非常的用心 希望我們像這關活動 能夠可以盡量 到每個社區 去彈給他們的國樂 彈給他們 現在也聽 他們都非常的高興 真的是 這個是非常也有意義 議長何勝峰 對陸谷國小規劃社區服務活動的用心 相當的肯定與支持 認為活動不論是對長者身心健康的維護 還是對孩子發育成長來說 都是很有效益的規劃 也期待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能有更多學校來效法辦理 明日新聞旅開專題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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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新聞旅開室 明日新聞議題採訪報導 明日新聞主題és 感谢观看